再向苦路行 受苦劫 灵修 莫想 第24日 行所当行 马太福音27章1至10节 犹大比其他门徒更应该羞耻 内疚 虽然所有门徒都离弃耶稣 马可福音14章50节 但只有犹大出卖他 他饱受羞耻和罪疚的折磨 没有朋友 没有希望 当我们落入人生的低谷中 除了懊悔和自责 我们还可以做什么 第一 不单发现错误 还要做得正确 Don't just see something wrong Do what's right 到了早晨 众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大家商议要致死耶稣 就把他捆绑 解去 交给巡抚比拉多 这时候 卖耶稣的犹大看见耶稣已经定了罪 就后悔 把那三十块钱拿回来给祭司长和长老说 马太福音27章1至3节 犹大一旦知道祭司长和长老不单羞辱耶稣更要致死他 26章59节 就回来与他们交涉 把三十块钱还给他们 说句公道话 犹大事前完全不知道他们要致死耶稣 固然 祭司长和长老要致死耶稣 后来又拿许多银钱给兵丁 要他们谎称门徒偷了耶稣的尸体 28章12至13节 但犹大没有任何借口推卸罪责 他做了两个错误决定 首先 他前去跟祭司长和长老商议 其次 他为纠正第一个错误 就犯下另一个错误 前去找祭司长和长老 希望达成另一个协议 最终 犹大没有回到耶稣和门徒中间 而是往祭司长和长老那里去 犹大是失败的机会主义者 不知道自己做错直至耶稣被逮捕 他不认为自己接受三十块钱 或出卖耶稣有什么不对 直到事情失去控制才良心发现 第二 不单感到错误 还要做得正确 Don't just send something wrong Do what's right 这时候 卖耶稣的犹大 看见耶稣已经定了罪 就后悔 把那三十块钱拿回来 给祭司长和长老说 马太福音二十七章三节 犹大后悔 却没有悔改 后悔是悔改的拙劣模仿和次等替代品 后悔关乎感情 悔改关乎意志带来行动 后悔关乎悲伤 内疚与羞辱 悔改关乎选择 决定与责任 做正确的事情 曼斯菲尔德 Katherine Mansfield 说 后悔浪费你的精力 你不能在骑上建造 只能在骑中打滚 贝尔 Alexander Graham Bell 说 一扇门关了 另一扇门就打开 我们往往花许多时间 遗憾门关了 却看不见那为我们打开的门 后悔的问题 不在于讨厌过去的行为 乃在于停滞当下 不采取行动 后悔把被动伪装为主动 以关注取代改过 后悔只是起点 悔改才是终点 后悔是半途而废 悔改是走第二里路 第三 不单说出错误 还要做得正确 Don't just say something wrong Do what's right 犹大说 我卖了无辜之人的血 是有罪了 他们说 那与我们有什么相干 你自己承担吧 犹大就把那银钱丢在店里 出去吊死了 祭司长拾起银钱来 说 这是血债 不可放在库里 他们商议 就用那银钱 买了摇护的一块田 为了埋葬外邦人 马太福音27章4至7节 其实 除了犹大自己 当时其他门徒都不晓得 耶稣被出卖的真相 但内疚蚕食着犹大 犹大的认罪 必须置于合适的语境来理解 虽然 我有罪了 27章4节 合乎逻辑和圣经 却是半吊子的认罪 相对于浪子 比喻中的小儿子 他诚恳而又具体地承认 父亲 我得罪了天 又得罪了你 路加福音15章1821节 犹大的认罪 缺乏对象 他不是向祭司长和长老认罪 也不是向耶稣和使徒认罪 再者 真正的信徒 不会上吊自杀 相反 他会继续活下去 补偿自己的过失 见证神赦罪的大能 就如曾逼迫教会的 使徒保罗一样 自杀是逃避责任 只是终止生命 却没有终止问题 自杀不会结束痛苦 只会把痛苦转嫁给别人 自杀并非放弃自己的生存权利 而是夺取神所赐的生命礼物 信徒知道 神的饶恕叫我们不用绝望 他的恩典没有限制 他的赦免不惧人于外 后悔是向内的 悔改是向外的 叫我们转向神 有人说跌倒比站起来容易 我们是否任让魔鬼一直控告我们 控制我们 我们是否只愿为无法改变的事情苦恼 却忘了为能改变的事情而努力 用运动术语来打比方 我们是否在记忆中不断重演 传球射球防守的差错 补救的方法不是更换足球运动衣或球鞋 而是改变我们的态度和坏习惯 并努力练习 勿求趋向完美 作者 叶浮成 莫瑞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